每个人手上拿着两张票投入箱中 这是玉石社区发展协会日前于活动中心 举办会员大会来改选社区干部的团队 并利用公开透明的投票方式 让社区发展协会中的会员们 投票选出五位监事以及十五位理事 而平时就有在举办米食推广 以及各在西班的玉石社区发展协会 也希望借此新的团队能结合在地人文特色 让社区走出属于自己的产业文化 玉石社区发展协会可以说 里面的华东、班纸 以及很多华东可以想政策 为我们社区营充 阿嬷的廚房来做到米食文化的推广 做到滑雪的推广 跟我们的传统在地的文化跟精神 跟台湾的过去的历史的发展的痕迹里面 能够充分的结合 特地立临现场的议员林用宏 也来勉励这些平时辛苦的社区干部们 也期盼社区能借由一次又一次的会员大会 来进步以及提升社区的会晤工作 也会尽力全力来帮助各个社区的发展协会 那我们期待下一步能够让玉石社区如何米食的文化 把它产生变成一个产业 未来 我们有待我们玉石社区的会员大会 产生新的理建事 以及新的领导阶层 来带领我们玉石社区 能够走向文化 产业 以及业务上的一个蒸蒸日上 我们英宏愿意跟我们玉石社区 跟我们草屯亭的社区 最后来打招 当天的会员大会 成功的选出新年度的理事与监事 期盼未来社区的会晤与发展能越来越好 来造福当地的居民 明星游宁轩草屯采访报导